心动的信号4是一档素人恋爱类的真人秀 此次被观察的对象并不是明星们 而是酒味素人 有人从事教育行业 有的还是学生 而有的早已是公司的大老板 来自不同行业的他们进入信号小屋 共同居住20多天 看看究竟哪些人摩擦出了爱情的小火苗 身为金融公司老板的马子佳 因为外形特别帅气 从刚亮相的那一刻 就收获了很多女粉 本来所有人对马子佳的态度都很好 可越往后越发现 原来她是个中央空调 对所有女生都很好 好不容易感化了其中一个女生 结果在最后告白的时候 她竟然选择了另一个主动的女生 伤害了红橙橙 心动4刚结束的时候 红乳纯跟马子佳被网友们骂得很惨 大家都说他们心术不正 这才凑到了一起 不让两人再去霍霍红橙橙 可慢慢的 有些人就被他们的爱情打动了 在慢慢走进快乐星球CP的时候 有人曝光了马子佳的儿童照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因为现在的变化是真的很大 从晒出来的图片中能看到 穿着红白格子衣服的马子佳 皮肤特别的白嫩 就跟小姑娘似的 但凡是留长一点头发 扎个辫子的话就没有人会看出来 她是男孩子 唯一大的缺点就是她的脑袋太大了 比旁边两个小孩的头大了不知道多少 马子佳的儿童照被疯传之后 红乳纯的又被吓了出来 当年的她穿衣打扮并不是很时尚 但梅宇之间还是很漂亮 跟现在的气质差不了太多 她从小到大就有一个胖嘟嘟的大脸 这一点真是让人很意外 大家看到了两人的儿童照后 都觉得马子佳与孔乳纯有一拼 尤其是两人的头都是那么的大 只是为什么人家马董长大了之后 头却正好了呢 有句话说的好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孔乳纯跟马子佳就是有太多相似点了 性格方面也很互补 爱好又那么的相似 所以他们在一起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只是单纯知道 他们的性格爱好这一块 从来不知道 原来小时候的两人也有那么多相似点 看来以后他们能走到一起的几率还是蛮大的 或许在心动的信号寺中 马子佳确实做得太荒唐了 到最后 不应该那么对待红乘乘 可从她跟孔乳纯官宣了恋情之后 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小孔的事情 甚至经常会在工作之余跑到对方的学校约会 这一点她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忽略节目中的不完美 多将目光放在两人的恋爱中 以前只是在吐槽马子佳跟孔乳纯 觉得他们的这段感情是通过耍手段得来的 可如今的话才知道一切都是天注定吧 或许他们就应该是一对 只是中间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罢了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听到关于两人更多的好消息